想知道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吗 想了解明星们的八卦新闻吗 想聆听最新鲜的流行歌曲吗 敬请每日关注 娱乐秀 夏日的凉爽 夏日的激情 你都能在旧金山体验到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受 真的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同样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体会不同的声音 就在这里娱乐秀开始了 欢迎各位精彩的节目 温暖的声音 每时每刻就在这里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我是主持人小芳 吻后大家 欢迎收听以下时间的娱乐秀 秀一秀娱乐圈的一些新鲜事 年轻的女歌手承宵 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庆生美照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佩文说 开心度过生日 祝大家all is well 照片中 陈霄穿着一袭玫瑰红的长裙 勾勒出玲珑的身材 头上还戴着大花 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明艳和热烈 好像如夏日一般的火热 另外今天 陈亦涵在社交平台晒出了 花哨团的旅行收官合照 佩文说 十年前的萌萌懂懂 十年后的懂懂萌萌 花儿于少年是青春 也是回忆 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另外还有其他的自拍照 以及和秦兰 李斯丹妮 赵少仪等人的同框合影 看得出旅行当中关系也很亲密 作为花儿于少年系列 十周年的特别企划 这一次的花儿于少年好友记 是由五记的花哨嘉宾代表 来担当探路使者团 跨越印度尼西亚 老挝 泰国 新加坡和法国 五个国家 16号 花哨团在雨中游巴黎的极致浪漫中 画上了美好的句点 另外出游的一些艺人也不少 朱丹就在社交平台晒厨和老公周一伟 最近在丹麦度假旅行的碎牌照 夫妻俩手牵手 坐在街道上非常甜蜜 而朱丹也配文称 旅行回忆 支丹麦行 没有提防温差 落地动得我们直接套上了羽绒服 没有想到欧洲那么冷 一下子 另外还有最近网友在罗马 偶遇欧阳娜娜和朋友 一起在休闲的逛街 穿搭也很朴素 然后近乎是素颜 就是没有打扮的那种 然后有网友认为 挺好 很少见到这种自然美 没有精修图 也不会骗人 然后有很多皱眉 嘟嘴的一些可爱的表情 这边从温网的比赛现场回来的周杰伦 在印子上晒出了一张合照 哇 引发大家的关注 照片中是夫妻二人 周杰伦昆琳 各站一边 中间就是好莱坞的影星 阿汤哥 汤姆克罗斯 一起同框 拍下了一张 亲密露尖的合照 周董还幽默地配文 Mission impossible at Wimbledon Everything is possible 皆有可能 万事皆有可能 而就在周杰伦晒合照之前 我们也关注到温布尔登的网球锦标赛官方微博中 也分享了官赛的名人墙 其中也有周杰伦和昆琳夫妻的合照 还有之前我们也讲过邓超和孙黎 这次也是应品牌方的邀请 穿着重视去看了温网的比赛 然后有网友就在英国剑桥 遇到了邓超孙黎一家四口 开心地去参观这个学校 感觉家庭氛围也很好 这一天一家人就穿得相当的朴素低调了 邓超身穿土黄色外套 牛仔裤 看到有镜头拍他 也是展露笑容很有亲和力 孙黎穿着牛仔外套 棕色裤子 戴着草帽 也没有背什么名牌的包包 就是那种旅游人 背得轻便的黑色双肩包 好接地气 最近还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 央视主持人萨贝宁 带全家一起在云南丽江的一些旅游照 一家四口合体同框幸福满满 当天萨贝宁休闲装束 黑色冲锋衣 搭配蓝色牛仔裤 胶材厚底的那种靴子 头上还戴了顶鸭舌帽 妻子李白 也是跟萨贝宁一样的情侣上衣 搭配黑色紧身裤 整个人们看得出 身材保持得也挺好 而当天 丽江也下着萌萌细雨 他们走在石板路上 也没有撑伞 丝毫不影响游玩的心情 娱乐秀再来关注几对明星的感情生活 这边本阿弗莱克和Jennifer Lopez 迎来了他们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 可是在这个当口 因为盛传要离婚的这对夫妻 选择各自潇洒 看来已经不当回事了 7月16号 罗佩兹独自现身在汉普顿的街头 穿着备带裤 然后悠悠哉哉的享受骑自行车的快乐 而大本则是隔天被狗仔捕捉到 他离开洛杉矶的办公室 身穿休闲西装 剃过了胡须 显然还是比较精神的 哎呀 昔日曾经亲密的那些铜框照 再也没有了 而这边香港媒体报道 被抱有了新恋情 并且有代孕生子的这个疑惑之后 张国荣生前的挚爱唐贺德 终于发文回应了 而且这次他的回应 把自己的态度放得很低很低 非常的谦卑的感觉 先是向所有的戎迷道歉 然后针对近期的争议 都一一解释 表示说都是误会 但自己会反省 他重点澄清了三项质疑 其一就是 他已经搬离了张国荣 旧居十多年了 而且一直独居生活 第二就是和网传的这一位恋人 其实还没有承诺朋友关系 第三 他也否认有代孕生孩子 说被拍到的那个视频里面的小朋友 是朋友的小孩 而且相处关系已经是爷孙辈的了 不可能是自己的 而随后张国荣的生前 经纪人陈淑芬也转发了唐赫德的回应 给予支持 这边歌手郭彩杰竟然结婚了 但是想不到的是 小时代里面 故里的这位扮演者郭彩杰 生活中却是一个恋爱脑 据说他死心塌地地爱上了 小自己五岁的内蒙古音乐人伊德 那本来结婚也是件好事要祝福 但是郭彩杰却是让很多粉丝歌迷担心 因为这位结婚对象伊德 被曝生活混乱 个子不到一米七 也是一个人品不太好的人 经常向郭彩杰借钱 私生活混乱 但是郭彩杰好像不在意 甚至还给南方已经买好了两处房产 这二位是在2019年一起录制 《一起乐队吧》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相识 节目中郭彩杰就毫不避讳地表示 对伊德尔的欣赏 两个人在2021年还一起出版了一张专辑 不过看起来像是一张实验性的概念专辑 反响也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人都喊话郭彩杰借要擦亮眼睛 尽慎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 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过在恋爱当中旁人再怎么说 好像都是没用的 然后关于郭彩杰 我最喜欢听的是他跟阿四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娱乐秀稍后继续回来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 下一秒你在上海跟Mohito 你感觉我就像我 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玻璃落大雨 下一秒你在芒谷天际景 你感受我就像我 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头是假正经 连环抹在捕风捉影 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男的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愿命 谁倾听 罪月归我的冷淘沙 而你被留下 我的身杰流长变化 你却没声插 啦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情欲交加 而你被浮华 我的心许纷乱复杂 你却能解吗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上一秒我在斑马线奔跑 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 你感觉我就像我 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梦是烦恼 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心笑 你感受我就像我 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处是太聪明 随过中流翻山越岭 有几个被我数星星 男的傻星 胜脏不如一颗真心 谁懂你 谁愿为我打狼刀杀 而你被留下 我的世界流争变化 你却没试着 啦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在我轻雨枷架 而你被附加 我的心事纷乱复杂 你却能解吗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心如爱乐 我是你的最强 独却 倾诉我非你不可能 形容的你也全都想了 你却能解决的你也全都想了 再继续一人静着 心里洗的鼻子多难得 明明设下种种关卡 我依然潇洒 风筝扑扑 而你是我治愈的方法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我们并非赶枪匹马 世界那么大 风筝扑扑 我会化作 天边的晚霞 啦啦啦啦 我与你同在呀 啦啦啦啦 我与你同在呀 啦啦啦 我与你同在呀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娱乐秀 秀秀秀娱乐秀 刚才的music show 我们听到的就是 郭彩杰和阿四所带来的歌曲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我倒挺喜欢古灵精怪 很有精神气的郭彩杰 也希望他能够生活幸福吧 这边来关注北美的影视公司 据说裁员潮在继续 据上次裁员仅仅过去一年左右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近日宣布要开启新一轮的裁员 这每年都要裁啊 应该也每年都在招吧 我想 这次的裁员范围包括 Max服务以及旗下的CNN新闻 而派拉蒙预计 也将在被天空之舞传媒收购前 开启裁员以削减成本 这已经是派拉蒙自年初裁员 约800人之后的本年度第二次裁员 另外据说未来几个月内 迪士尼也将开启进一步裁员 在2024年上半年 已经有亚马逊 Netflix NBC环球 YouTube 索尼 漫威 还有师门影业 第五季等等多家的饮食公司 进行过裁员 据一位资深的电视高管称 现在是娱乐业的全面萧条 不管业内人士是不是说真正的萧条 至少表面看来还挺风光的 这边第76届艾美奖的提名名单 又揭晓了 甄田广之所主演的幕府将军第一季 获得了25项的提名领跑 雄家餐厅第二季 以23提名紧随其后 同时也刷新喜剧类聚集 单届艾美奖的最多提名记录 其次是入围21项的 《大楼里只有谋杀》第四季 主演赛琳娜·戈麦兹 凭借此剧也首度入围了 艾美奖演技类的奖项 其他获得提名数量 引人注目的剧集 还有包括 《侦探》 《夜之国度》有19题 《王冠》第六季有18题 《辐射》第一季 《早间新闻》第四季 《史密斯夫妇》第一季 还有《绝望携手》第三季 各有16题 《冰雪豹》第五季 有15题 还有新剧《驯鹿宝贝雷普利》 也表现亮眼 第76届艾美奖的颁奖典礼 将于9月15号 在洛杉矶市中心的 LA Live Peacock剧院举行 目前主持人尚未确定 这部由FX打造的剧集 幕府将军 强势凭借25项提名领跑 FX的首席执行官 约翰·兰德·格拉夫 在接受Variety采访时就表示 幕府将军第二季 有望在明年初 开始投入制作 兰德·格拉夫表示 我们希望在明年相对较早的时间 投入制作 不过制作的周期会很长 恐怕会接近200天 该剧是改编自1975年 詹姆斯·克拉维尔的 同名畅销小说 故事背景在1600年的日本 当时正值一场 世纪内战的黎明 也就是官员和战 讲述两个野心勃勃的男人 分别来自不同世界 其中在日本遭遇海难的领航员 约翰·布莱克·索恩 给正在为生命而战的 急紧虎长 带来了可以扭转局面 摧毁自己敌人的秘密 而与此同时 两人也和他们的一员 护田真离子 发生了各种纠葛的故事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本剧的主演和制作人 真田广之 确定回归饰演 急紧虎长 还有科斯默·贾维斯 也将回归 继续饰演英国领航员 约翰·布莱克索恩 目前官方还没有发布任何公告 再来关注到歌手马当娜 最近在IG上分享了一组视频照片 照片中她正在用打字机工作 身边堆砌了好多的纸张 看似马当娜好像在晒一张写真照 但实际上仔细看那些东西 她在官宣她的个人传记片 即将重新启动了 在一张打字机的特写照当中 可以看到标题M5题上面画了一条线 而后面就写了这部传记片的一个新标题 那女孩是谁 这是对马当娜1987年的同名电影和歌曲的致敬 在2023年的1月 《环球影业》宣布这部影片是被取消了 当时很多知情人士透露说 这部电影的开发太艰难 剧本的许多草稿都超过180页 有人讨论要把这部电影分成两部 或者是制作成迷你剧 但是最终都没有实现 马当娜自己将指导这部关于她的生活和事业的电影 主演她的那位女演员朱莉亚·加纳 据说在歌舞训练营也表现非常出色 她也是被这位流行天后亲自选中来出演这部电影 当时参与试镜的还有 佛罗伦斯皮尤、亚里克萨德米、奥黛莎阳等等 目前尚不清楚环球影业是否仍然会参与改项目 不管马当娜是否已经到了美人迟暮的阶段 或是是否真的面临娱乐业的全面萧条 我们总会找到生活当中的乐子来娱乐自己 否则不是太无聊了吗 这里是娱乐秀节目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See you Zither Harp 风带着风张向北飞 我望着它满脸疲惫 乌云折开了蓝天 我已经不想去追 飞向那里走就无所谓 我的梦慢慢收拾我想以为 偏偏一个人被人陪 这世界被夸赞得多么美 孤独显得如此狼狈 别人的情谊显得多虚伪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 我宁愿一个人看路 我宁愿一个人就算变广乌 我知道未来的旅途 好像怎么说都是苦 我的话全都刚出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 也宁愿一个人看路 我宁愿一个人就算变广乌 我知道未来的旅途 好像怎么说都是苦 我的话全都刚出 全都刚出 算了我忘了 我的梦慢慢消失 我想以为 偏偏一个人没人陪 这世界被夸赞得多么美 孤独显得如此狼狈 别人的情谊显得多虚伪 我宁愿一个人陪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 我宁愿一个人看路 我宁愿一个人就算变广乌 我知道未来的旅途 好想怎么说都是苦 我的话全都刚出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 也宁愿一个人看路 我宁愿一个人就算变广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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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未来的旅途 好像怎么说都是苦 我的话全都刚出 全都刚出算了 我忘了 颜 Judas 令我宁愿最 tastes广义 颜 Judas 庭